现在我们说一下这个大小瓶切换 现在这个是小瓶的 如果说要切换大瓶的话 我们要更换一些东西 更换一些配件 当然也要手动要拆一些东西 这是一个电机罩子 先把电机罩子拆下来 拆下来以后 然后这里这里有四颗螺丝 把这几颗螺丝给松掉 松了以后 这个就松了 它可以前后移动 这个松了 松了 然后这里 然后这是一个铜木轮 这里有几颗螺丝 把这个螺丝松掉 松掉它以后 直接把它拿出来 然后两个一起拿出来 拿出来 然后这里有四颗螺丝 这四颗螺丝拆掉以后 整个这一块可以直接拿出来 拿出来 然后把视线背好的 大瓶的 大瓶的胶滚 然后直接插进去 然后再把它装回去 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 这里这两个小的胶滚 不要更换 这是大瓶的 这是这两个螺丝 直接拆下来 对准原来的螺丝位 直接装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 因为这个大瓶比较高 这个大瓶比较高 所以说切换完以后 它这个 它这个高低是要往上升的 往上升的话 它这里有两根 这里有两根立柱 这个立柱往上升高 升高它这里有几颗顶丝 这几颗顶丝 把它松掉以后 直接可以抬上去 可以往上升 然后这里的话 然后这里的话 这个气缸 整个这一块 也是上下升 包括前后 顶丝 冲掉以后 可以前后 上下升 包括气缸的 气缸 气缸推出去的长短 也是可以的 气缸 气缸长短 长短也是调这里 把这里冲掉 这是一个 这个用搬手冲掉以后 大家可以调 这个搬手冲掉以后 它就可以调一个气缸 伸出去的长短 调好以后 再把它锁起 它根据大小瓶 不同的大小瓶来调 然后 小瓶的话 它这个轨道不然 你要切换成小瓶的 这个就是小瓶的 它这里可以松开 松开以后 它可以张开 用小瓶 就切换成刚好小瓶的位置 而且小瓶 就是很顺利的 可以走过去 如果是大瓶的话 就把位置给它拉开 这里的话 它现在这个空间 这个蓝瓶的空间 刚好是小瓶的 如果说要用大瓶的话 这个比较继续给它拉开 它这里是可以调的 在下面 所以它这里有两个腰孔 上面两个腰孔 把这四颗螺丝松开以后 往两边拉 就这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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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şi